叫車闖紅燈 另外這台不僅闖紅燈 還差點撞到人 不只大車 小摩托車看到警方照樣衝 通通都被行車記錄器拍下 成了檢舉達人囊中之物 但先網路瘋傳 靠這招就能板擊 網友教學第一步 先不用急著繳罰款 趕緊去裁決中心寫申訴單 並附註要求查看檢舉人的設備 是否經過標準檢驗合格 及定期檢驗合格認證文件 這檢舉達人就會接到警方道案說明 如此消耗檢舉達人時間 設備不合格就更有利 能藉此撤銷罰單 我被檢舉的話 我應該會去試著這個方法看看 被檢舉可能不會反駁 因為這真的就違規嘛 今年上半年檢舉案件 高達兩百七十三萬多件 過去就曾有人照網友做法 申請撤銷打行證訴訟 最後被法官駁回 有度量很標準的那一種才算 那如果民眾一般來講 他他選舉大概最多 大概就行車記錄器 那這一步是沒有規定的 有人申訴失敗 但也有成功案例 過去就有民眾車子停好後 被移出車格吃罰單 後來用監視器舉證撤銷 更之前民眾媒系安全帶遭開罰 但當事人稱胸槍開刀 不適 事後拿出議事證明成功免罰 還有人曾被開超速罰單 申訴理由是趕著見病 為親人才違規 且減負負文考量人情給予免罰 智慧型手機時代 一機抓住行車違規 民眾還是乖乖遵守交通 顧好行車安全 別異想天開 相關於旅遊的安保台北報導